太拟拳这个最大的问题 比方讲他一开始就讲 用中心来带动重心嘛 是不是 中心怎么练 他没有了 他没有讲啊 请问你们练拳到现在 你知不知道你的中心是什么 你怎么用它 你的中心起来了没有 中心练起来了没有 他就说是比方讲脊椎腰跨 这条嘛 我们就算是这条好了 其实我们是从这条还要连 连到四肢去 好如果是这条的话 一般的人 知不知道这条 一般的人有没有练出来这条 一般的人会不会用这条 不会 百分之百的人 都不会 那他就直接讲这个 那怎么练呢 我怎么找 怎么找他呢 没有了 所以太极拳呢 是给我讲过嘛 太极拳是给那个已经程度非常好好的人练 练的 所以他直接从这边进来了 要不懂 八卦拳来讲 八卦拳以力引气的阶段 就是从外向内去找那个中心啊 建立那个中中中中中心 懂得吗 所以叫你们去练的那个 那个推速啊 或者这些东西啊 就是去建立你的中中中心的 中心有了以后才是什么 以气欲力 由内欲外了 所以他是有阶阶段的 所以你应该是从什么 我们从外 外加内加来讲好了 你应该是先练外加 外加不是停留在外 外加不是停留在 停留在外就没有内了 是不是 外加也是从外面去找里里面的那个核核核核核核心的 他不是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提提提提提到吗 是不是 所以太极拳会很很麻烦到到后来啊 大家大家各各说各话或者练很不容易练出来 问题就在前面这一段没有了啊 所以我一直讲啊太极拳应该先练什么 长长拳你不练长拳你先练你先练成先练成家太太太太太太 拳是介于长拳跟内加太太太拳之间的东东东东东西 他还是有形嘛 刚才他不是讲那个炼良家太太太拳是没有形的啊 是不显露的 不发净的是不是这样子 他已经是从这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阶阶阶阶去了 所以你应该是先练成家或者先练长拳往这个方向练 基础打好了以后再往阳阳阳阳阳阳走啊 或者往无往无往往无无家走 无家太太太拳更是更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是阶段性 它不是说我练成 我就是练成 太极权起源于成 我们就是最正宗的 我们就是最对的 我们就是练杨家的 杨乌迪当初多厉害 我们就是练这样子 不对的 中国武术是发展的 发展的 你练成家的练好 你要往王家的 要往杨家的境界走 你练杨家的 你要先从成家的来 以他为根 晓得吗 从有形的东西 放掉了以后 变成无形的 你如果像他说的 直接从无形的来 由无形的生有形 无形生有形 就是太极生两一 四项八卦 我不是说一个是从八卦往回走吗 一个是从太极往八卦走吗 这是两条路吗 从太极往八卦走 是有大智慧的人 具备大智慧的人 他才可以由无生有 我们99%的人以上的人都不行 我们都没有那个大智慧 所以必须从有 有从有来练无 再从无来生有 所以给你一个东西 你画画我给你一张白白纸 给你一张铅笔你画 你会吗 不会 99%的人都不会 那个笔拿在那边 不晓得怎么办 是不是这样子 我给你一块土 你捏 我捏什么 我怎么捏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先要有一个规范 先要有一条路来带大家走 这个叫做从有 然后你体会到 我把这些规则都抛开了以后 我自己产生一个创意了 你才会这个创意 你才有那个技术 你才有那个东西 把你的想法把它形象化 这个叫做由无到有 有了 对学习的过程必须从有到无 然后你自己发出来 才从你的无到你自己的有 干不懂 所以太极拳现在最麻烦的是这个 那大家如果没有偏见的话 没有说我就是我 我不可以是你 如果把这个破掉的话 进步就快了 好 好 来